大家好 其實這個題目其實也是臨時想到出來的 我今天跟大家分享 你會發覺 不要見怪 我偶爾會會換帽 因為我老來講 三十多年教育工作 我視自己為一個教育工作者 為一間工作專業人員 亦都在醫療營裏面有多少經驗 所以我想他有時會在專業的角度看這件事 但喜歡好、不喜歡好 我也是一個官員 所以有時說話就會是 我直接說一下縮骨 希望大家不要見怪 因為其實我也是代表局 有時說話 希望大家當我縮骨時 便知道我為何會縮骨 其實這個題目是 電子學習的一個新發展 其實電子學習對我來說 就是電子學習和IT in Education 電子科學習和一樣東西 不過現在潮流輕叫電子學習 就是電子學習 其實對我來說沒有分別 都是說一些很大的改變 在學與教方面有很大的改變 其實也是在說用科技 科技也是一個工具 希望大家在這個大戰題之下 理解我一直所說的話 如果你說回到這裡 就說我是一個公務員 我是一個教育公務員 其實政府投放了 我到現在來說 由1998年來投放 現在是90億 90億 其實很早之前 我已經搜尋過 建立了多過一條青馬大橋 沒所謂 這個投資 一直計算下去 75億 75億 那時候很便宜 抵起 那時候 現在我想看不行 Anyway 在這個 做一個公務的角度來看 就是說 政府給了這麼多錢出來 做這麼多事情 就是納粹人給了這麼多錢 做這麼多事情 其實我們要做些甚麼工作呢 我來來去都看了幾件事 就是政府最大的做法 就是說 做到一個叫做氣氛 一個領導 然後 另外 就要提供一個適當的環境 環境來說 我覺得不僅僅硬件 要這麼簡單的環境 環境是有 包括了硬件、軟件 我覺得人件 以及方向 或者一些所謂的解決方案 一些解決方案 我覺得都是一個環境 你知道 大家都不想再說 第一個策略 放了多少錢 建了多少電腦 這些老土的東西 也不再說 教師訓練那些也不再說 如果再近一點 來講的話 就是 我想我們在方案 要想多些功夫 方案 亦是有些硬件的方案 亦是有些教學法的方案 我跟上水帶回 教育工作者的那頂帽子 就是 教學方案 才是那個重點 對我來說 在這個階段 因為其實硬件 那些事情 經常大家都會說這句話 我也聽過很多人說這句話 當這些問題 是用錢去解決的時候 就不是問題 但是 人的改變 是的確確 是會 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人的改變 其實第一件事 要讓他轉得舒服 要他轉得 口服、深服、自然 不要被人高壓去改變 各方面的事情 在這方面 我想大家要有一個 適當的教學法 他們才會去改變 這個適當的教學法 在我們做大灣頂公務員 我們在政府來說 我們推了一個 大家都知道 E-learning pilot 在座都有些 剛才有些講者 都是E-learning pilot 這些人員 待會兒夏Sir也是 但是大家會看到 我們E-learning 那個試驗 主要的目的 希望在學校 在老師層面 甚至在班房裏 做到一些教學的方案 這是很重要的 然後 你說分享好 甚麼都好 這是當然要做的事情 E-learning pilot 主要目的 是可以做一些的方案出來 教學方案 推行時的方案出來 但是 其實大家都會看到 我記得 我們開頭 搞E-learning pilot 那時候 曾經都 將這件事 上綱上線 擺得很高 是一個paradigm shift 由一個 以教師為中心 以課本為本的 教學法 變成一個 以學習者為中心 的一個 自學的方法 這件事很偉大 但是 其實這步路是很高的 但是 我們當時 不停地說這句話 因為這是我們的遠景 當時 Kenneth 當時的副學長 都經常問我 他說 他不停地說這些話 是否說得太高 我的回應就是 你不說得太高 誰會說得太高 我覺得大家一定有 一定程度的 inspiration出來 才會繼續向這個方向走 其實 E-learning pilot 今天我才有一個 中期報告的分享會 陸續有很多同事 有些中期報告的分享會 即我們的E-learning pilot 其實在這個位置上 大家都是很好的發展 但是始終來說 我都聽到外面有很多人說 他當然可以 他收了你幾百萬 我又怎辦 所以你說這步路是高的 這步路是高的 其實 如果要做大規模的推廣 你那個梯階就不可以這麼高 你不可以叫他馬上爬上來 你一定要做一個 差不多高的梯階給他 我認為 東南西南 想完後 始終你叫他放棄 所謂以教科書為本 這個包袱 是有一段 不是要那麼容易改變的事 所以我們唯有 就是 用一定的程度 將電子 教科書 是電子化了 所以其實現在 大家最近看得到 我們正在推廣 那個電子教科書 市場拓展計劃 我們希望 透過某些方法 我不理會大家的方法 可能大家有看法不同的 這個做法是做得好 做得不好 沒有所謂 但是目標 希望 是為整個學界 製造一定程度的 容易上路 容易提升一步 的一個台階 一個環境 因為如果 這些教科書 已經是很多電子化 它一定程度 它當然不會 PDF 這麼簡單 這個是多元 就是它能夠做得多一步的時候 變成一般的老師 又或者一般家長的接受程度 比較容易 二個 你說到 輸入甚麼都沒有 回去自己找 永遠都是自主學習 reinvent the view 其實這件事 是不… 烏托幫得很厲害 一、兩間學校會得 一、兩間學校會得 但是這不是 在政府的角度 也就是在政府的目標 不是可以全面上路的一些方法 所以我想 大家告訴大家 就是逐步逐步 如何去做這件事 我不想再說 有關學校的基建環境 Earwin說過很多次 大家說過很多次 聽到 那你容許我縮骨 因為如果不是 他整晚那天說 搞定了 或者整晚那天說 沒得談 不要啊 不要啊 這件事是沒有好處的 但是除了學校的基建之外 剛才跟夏Sir分享一下 剛才他也跟我說 我說 喂 這個工具是怎樣的 現在我們說的 這是他的 personal learning device 是怎樣的 哪怕他是用 今天iPad 好像搶了風頭 這個世界好像還有一些 Galaxy的東西 不知道啊 我緊緊的認識 我沒有用過 我都是A字頭的 擁抱 但是 這個器材 的確是一個很大的突破 但是問題是 誰去付錢買 誰去付錢買 才可以做到這件事 全世界都在說 BYOD bring your own device 我剛剛 最近有一個人介紹 我 要收錢 我還未完成賣 他說現在全世界 找其中一間公司 做BYOD的implementation 的research 都有三百多份 別人出錢做的research 我要出錢買來看的research 都有三百多份 就是世界上的 所以其實BYOD 是否一個大方向呢 我都 我都夠膽說是 我都夠膽說是 夠鐘 多說兩句 BYOD一定是一個大方向 我也覺得 當老師有這些方案 有這些教材 有些學材 大家真的用一屋用的時候 家長 就會更加安樂地 願意地 給一部工具 給一部或者兩部工具 給學生 給小孩 如果你說不是 學校又沒有 沒有一個全面的方案 我為什麼要給錢 買多一部機器給他 因為他在家裡已經打到天分地暗 捧著學校又繼續天分地暗 我想這個是所謂 日本的時候很多時候 日本現在其實走得很慢 其實家長的阻力是很大的 就是天分地暗的問題 多謝大家 接著麻煩石一場 大家有期待 非常 楊